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虛擬 就是那個系統備份的部分 備份的部分呢 其實這裡你可以選擇 因為我已經有幫你把檔案放在裡面了 有一個叫做 AOMEI Backup 這個 這個你把它安裝起來 雖然是英文的但是很簡單 所以我這邊已經裝完就直接執行就好 也就是我們剛有提到你的作業系統也是要備份的 不然的話怎樣 萬一當掉了還是很可惜嘛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直接告訴他我有一個新的備份 有一個新的備份 那他就問你你要怎麼備份 這裡有三種 一種是 磁碟機的備份叫DIS Backup 另外一種呢是只有Partition的 某一個磁格分割區把它備份 那因為我們要做系統備份嘛 所以通常我就直接用第三個 CITAN Backup 所以 選好之後你的作業系統是在吸槽 在吸槽 接著 你告訴他 備份的時候要放到哪裡 備份的時候要放到哪邊 原則上其實你如果在吸槽的 我就扣到D槽或別的地方嘛 那你就直接按START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你的系統就備份起來 萬一 你電腦重裝了 然後呢 你要還原對不對 所以你看左手邊 有backup就有個叫做restore 你可以告訴他你的路徑在哪裡 就是你的那個系統備份的檔案放在哪邊 然後就按下一步 他就把你還原回來 慢慢的 他就下一步下一步把你還原 因為我現在這個檔案不在 你就可以照這個步驟去把它指定回來 但是因為你是還原系統 所以必須會重新開機 因為系統不能自殺 對不對 所以你重新開機之後 他會進到他的畫面 那 如果你以前有用過類似像什麼 Ghost有沒有 Norton有一個叫Ghost之類的 就是類似像這種 只要是系統的還原 他都進到類似像DOS的畫面 那他會自動把你還原好 還原到你當初備份的狀態 也就是說你不用每次都 從作業系統一個一個慢慢這樣裝起來 就比較方便 就比較方便 另外他還有一個工具還不錯 就是有時候你重灌了之後才發現什麼 啊糟糕 以前有舊的檔案放在那個檔案 系統裡面沒有拿出來 有沒有遇過這種情形 我是有啊 就是有備份 那個檔案已經刪掉了 結果呢 現在的系統裡面已經把檔案刪掉你就找不到了 所以 我可以把那個印象檔 怎麼樣 掛載成一個硬碟 比如說我今天備份的一個檔案 一個 系統出來之後 他會變成一個 大的檔案 那我可以把這個大的檔案呢 直接變成一個 磁碟機 那你進去裡面就好像你當初一樣 當初那個稀草一樣就進去看 他不是可以開機的 但是你可以進去裡面 有什麼資料要用出來就把它抓出來就好了 就扣出來 那用完之後就把這個磁碟機卸載 好像你有個隨身碟一樣 會像這種 方式 所以 這個也是免費的 這個也是免費的 所以其實還不錯 而且 現在挑了這個有個好處就是 SP Win7 甚至 Windows7 都可以用 這支援性比較廣一點 比較廣一點 我覺得還蠻好的 雖然只有英文的介面 但是他真的是free的 你不用擔心 這樣子 好 所以 備份的部分 我們就先暫時先介紹到這邊 請問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OK嗎 好